Filebase的帳號應該沒問題 蠻簡單的 你只要有一個Google帳號 你就可以 建立一個 Filebase的一個帳號 一個帳號的話我剛剛講過 你就可以有100個人連線 跟1G的儲存空間 還有一個月10G的連線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 我這個不夠用怎麼辦 如果你有第二個Google帳號的話 那你不就有第二個 如果不夠呢 第三個 像我的Google帳號 當然一定是不只一個 所以 這樣應該也夠用啦 同學會說 這樣的Google要賺什麼 對不對 那其實當然 他不是要賺你這種 小咖的啦 他要賺的是大的 大企業當然就賺 大錢 他不會去賺這種小錢 他也不會跟你 所以像我的一個帳 我一些帳號裡面 像我雲端英雷 他給我1TB 他一點都不會覺得什麼 因為我提供給他的東西才更多 他需要是內容 有人幫他做內容 就會自然會吸引更多人 因為會需要有領頭羊 如果沒有人 沒有領頭羊 後面不會有人 去做這些事情 去做這些事情 比如說我去了那個用了 JR Pass 這東西好了 那如果我沒有 他其實日本也是類似構想 他就是希望 有人去了 然後幫他做一些行銷 然後慢慢的 他都不用花廣告費 自然會有很多人 做一樣的事情 那類似啦 我想Google 他在這方面也是類似 有這種 機制 那首先當然我們要建立的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在Database裡面 你進到裡面之後 建一個專案之後 其他東西呢 你暫時先不用忽略 不管 請你找到Database 這個選項 其實你可以看圖示 前面有個好像Database的圖示 至於其他的並不是不重要 只是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去玩玩看 這個前面有人 表示說你要給哪些人 有管理權限 管理這個資料庫的權限 所以他有點像是 增加一些帳號 但是目前我們先忽略不管 還有另外一個Storage 這個是可以放什麼 一個資料夾裡面有個圖 可以放圖 可以放文字 也就是說 他除了放資料庫之外 他也可以放一些檔案 另外的話 Hosting 就是可以拿他來架站 架網站也沒問題 OK 其他相關的還有Functions 就是你也可以定義出一些 相關的韓式庫 不過目前 除了database以外 那些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他延伸性很大喔 這不是說只有資料庫這個部分 只是說 如果你目前還不想知道那麼複雜的東西 你先跳過 你眼中只看到database就好了 其他先忽略不管 OK 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在這邊顯示什麼 你現在的專案 第一個喔 你的專案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就是你如果有很多專案 你可以切換 第二個的話 就是有開始使用 那你可以開始使用它 使用裡面的話 他會有 四個頁面 讓你知道什麼 第一個 你這裡面 有沒有什麼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喔 資料指的是你現在 這裡面有沒有放資料 目前因為是空的 所以這邊是個NU 裡面都沒有放資料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練習什麼 就是我們要從python 把資料寫到裡面去 存到我們雲端資料庫裡面去 這個動作該怎麼做 那不過你要存上去 之前 你可能要先 做一件事情 規則的修改 那什麼叫規則修改 因為他預設這個資料庫 是不能讓人家讀 也不能讓人家寫 讀的話就是你存取 查詢 這個部分 讀資料不行 那如果說你要寫資料也不行 那怎麼辦呢 請你把規則部分 做修改 修改哪些呢 特別說這個一定要修改 如果你不修改的話 你就會出錯 他原來的 這個畫面是這樣 往下 開始使用對不對 然後到這邊 當然他可以按右鍵翻譯 翻譯成中文 不過反而翻譯成中我 我突然看不懂了 因為反而習慣 那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規則部分 他原來是這樣子 他原來是長什麼 AUTH 然後一個不等於 不等於 這個 請你把這個雙引號 到雙引號中間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 True 意思就是說 這個路 這個規則裡面呢 本來是不能夠 做任何的修改跟 讀取 那你要把它 上面那個 改成True 並且按發佈 這樣的話呢 你才能夠從 其他裝置 寫資料過來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很多人做完之後 建了一個資料庫 寫不進來 也讀不到資料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修改 你的 那個規則 OK 那規則修改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 在修改完之後的話 你在上方 就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 實際上就是 將來你可以透過這個網址 跟 你的Filebase溝通 那網址特別注意喔 他有一個規則 他一定後面 Filebase.com 前面的話呢 就是你這個專案的名詞 名稱 然後加一個 一槓 後面就有一個 這個 這個ID 後面這個ID呢 他是 會自動產生的 而且 一定不會跟別人重複 所以 比如說你特別說你不能用 我雲端上面 完整的程式碼 直接來改喔 你要一定要把你的那個 網址的部分 做修改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在雲端上面有提供給各位那個 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 上面這個這一串是我 UIL 後面這個是我的 UIL 跟你的UIL不一樣 你不能說 他之前有同學完全沒改貼上去 老師為什麼我上面都沒有看到資料 我跟他講說 資料跑到我這邊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沒改嘛 ID是我的啊 你資料寫到我這邊來 所以我一看 我資料很多 你那邊沒資料 所以記得要把UIL改一下 所以底下我這邊有程式碼 那待會的話 這個 把資料呢 從Python寫過來 大概會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 一定要新增什麼 Import這個Filebase的什麼 這個模組 你一定要安裝 就跟我們之前有裝過像 Request 什麼BeautifulSoup 因為你要有外掛功能 這個Filebase也是外掛的 所以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 一定要先做什麼 先做 安裝這個 Filebase的動作 一樣啦 我們這個因為前面講過 我就 不特別做 你就直接在你的什麼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是在 我們的那個 資料編輯列裡面 可以做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開啟你的那個 可能你的低碟吧 然後你就是 直接在上面的 點兩下 打一個pipe install 特別重要不是只有那個 Filebase 前面要加一個 Python 然後Filebase Enter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 這相關的 模組給安裝起來了 所以這個 第一個一定要安裝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 我們到我們的專案裡面 新增一個 按右鍵 也許我這邊 新增一個 資料夾好了 也許我 因為我這邊好幾個 按右鍵 那你可以 新增一個 模組 新增一個新的模組之後的話 那我們 Marcho 下一步 裡面的話也許名稱叫 Import 按個確定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是底下的 這一些程式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程式裡面的 該如何運行 其實裡面大概 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我們會需要 Import Filebase 這個模組 裡面的這個類別 模組裡面的類別 也叫Filebase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資料 我們要放上去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我是用一個 Json 這個不是Json 這個實際上就是Dictionary 有沒有 中瓜糊 裡面有一個 大瓜糊 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Key value Key的話呢 就是他的Lamber 是1號 Name的話呢 是這個 某某某 OK 第2號 Name 第三號 後面一定是一個 中瓜糊結束 裡面都大瓜糊 這個就是 Json的格式嘛 實際上他也是 我們前面講過 Dictionary的格式 所以Dictionary 跟 Json相通的 那我建好之後的話 我要把這三個人的資料 放到什麼呢 放到雲端上面去的話 要怎麼做 就底下了 其實我們主要是 第一個 先知道我的 那個網址 所以其實 你們等一下一定要改這個網址 如果你從我 程式從我上面貼的話 記得 把你剛剛的那個 Filebase裡面的這個網址 複製 一定不會跟我一樣 因為這個東西是唯一的 不可能說我的資料庫 跟你資料庫一樣 第二個的話就是 利用底下有個Filebase 裡面有個File application的一個方法 告訴他說 我的網址在這邊 那你幫我呢 建立一個物件 所以前面這個就是一個物件 利用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就是 去把資料怎麼樣 把它丟上去 怎麼丟我們待會 再來看這部分 丟上去之後的話 我先丟一次給各位看 知情一下 這邊把它run一下 剛剛在我的雲端上面 雲端硬碟裡面 沒有任何資料 那現在的話呢 他會 儲存完畢 告訴我已經把資料 存上去 我先看一下 雲端上面有沒有資料 丟過來 當然這個時候 目前沒有 你就 重新整理一下 或是按F5 重新整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我有把資料 寫上來 所以基本上呢 待會兒練習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多了 你剛剛丟上來的一個叫 Students 的一個資料表 他就會把資料 顯示出來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試一下 第一個當然就把規則修改一下 你會發現 我這邊有多一個A 裡面的話有幾筆資料 有三筆資料 有一筆資料 我只有先丟一筆資料上來 當然你也可以把三筆 如果一次全部 丟上來的話 怎麼做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